我们就可以防止什么 防止那个 他如果没有输入资料 所产生的问题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判断 是否为数字 也就是你执勤的话 现在当然这个地方有房贷了 且输入 如果他也输入了 可是他输入的东西 假如他明明要输入数字 可是他输入什么 输入AAA 或者输入AA BB 随便输入一些 那这样当然不OK 所以怎么办 你要防止 哪几个呢 Test Box 2到4里面 不能够 不能够填入什么 填入非数字 可是我要怎么样检查非数字 特别重要 如果我要检查非数字的话 在那个 所以再来就是 判断2到3是不是为数字 所以其实 可以拿这个来改 这个 其实拿这个结构来改 我们刚刚是判断 他如果不等于空 等于空的 那我现在的 我要去把 他里面 不是数字的抓出来 那怎么知道 他是不是数字 你可以利用一个 VBA里面有个函数 叫VBA 点 点下去 他里面有个函数叫 是不是就 is is 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is numeric 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日期 是不是空的 是不是错误 然后是不是 没有 没有物件 OK 那是不是 什么数字 Numeric 这个 这个其实主要就是 可以判断是不是数字 那我就刮胡子 把那个 test 这个 box2里面的文字 丢给他 诶 那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 他今天的话 是数字的话 那就是 true 不是的话 那就是 false OK 就 那可是问题 我们应该抓到什么 抓到是 他如果不是数字的话 我要把它 防读起来 所以我可以 等于什么 等于false 如果他不是的话 就等于false 就不是数字 或者另外一种写法 不是数字 不等于false 等于false 等于不等于true 两种写法 结果是一样的 等于false嘛 就是否 不是是 那也是否 OK 不过我云端上面 好像我记得 我好像是写 写哪一个 应该是是否的数字 不等于true 所以 如果你等于false 也可以啦 不等于true 那我比较习惯是 不是数字 就不等于true OK 那我们一样嘛 messie box 请输入阿拉伯数字 一样vbcritical 然后清空 游标放回去 然后 离开 OK 所以基本上呢 主要是要判断 二三四 所以把二三四这个 所以应该实现关系 我把这三段 c 先放在哪里 放在这个哦 判断是否为数字 这里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把它 放出位置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判断是否为数字 所以这边的话 我看 111 这个时候 如果我打一个AA 然后这边 这其他都正常 好 就是这个 按新增 他要判断 诶 有没有 请输入阿拉伯 而且是知道这个 所以他会 清空他 游标放这里 诶 有没有 OK 这样的话呢 他一定要输入 如果他又很执迷不悟 再 还是一样 所以你一定过不了关 好 除非说你要打一个正确的数字 按下新增 不过还有另外第三个问题 如果他输入什么 输入错了 他给一个什么 780分 哇那不对啊 OK 现在我们还没有房呆 诶 所以呢 最后有个问题 如何防止他输入的 不是零到一百分之间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两段 因为蛮多地方是重复的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上面的第六页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